好 另一方面也要来看到 国民党的总统候选人韩国瑜回防高雄 今天下午参加了高雄妇女后援会成立活动之后呢 在晚间还有各界挺韩后援会的授旗大会 将近40个后援会的代表出席 展现大团结 韩国瑜更喊话 要让高雄人再创台湾的政治奇迹 故状意味浓厚 现场还送上了一纸重达 100公斤重的这个竹雕壁 象征一笔定江山 韩国瑜 东蒜豆蒜韩国瑜 动蒜声喊得正天嗓 主帅韩国瑜情则秀赞旗 近40个各界挺韩后援会成员代表 站出来桑亭 尽管天气冷但床子很热 挺韩大会骑海飘扬 展现团结气势 跟着回赠重达百公斤的吉祥物 一笔定江山 高管乾坤一笔定江山 总共重达一百公斤 就是代表我们要赢一百万票 大家说对不对 对 不只要赢还发好语要赢一百万票 民进党执政派系分章 已经到了不可思议的程度 好像天生就不喜欢台湾人快乐 批执政党让人民日子苦 喊话台湾不能再门下去 高雄这现实很重要 高雄人变 高雄人不再盲目崇拜民进党 让高雄人再创造一次 台湾的政治奇迹好不好 好 如同去年市场选战高雄翻转 明年的总统大选要高雄人 再次创造政治奇迹 蓝营全面固装卖力催票 现场大合唱这首歌 仿佛就是韩国瑜的心情 记者蔡丸如庄继维高雄报导